1.两龙宫一师陀对轰 杨阳战队战胜UZ战队 梦幻代言人杨阳与电竞 大老UZ之间的巅峰对决 在万众瞩目当中如约而至 梦幻第一主播老王 作为主持人采访了两位YYDS 同时也解说了这一场三宫大战 师陀领门派朝抢的爆发力 能用一个酒转换对面一大片大惊 以一己之力改变战局的能力 成为了杨阳和UZ两人最喜爱的门派 双方的擂台大战 都采用了二龙宫一师驼领的暴力阵容 UZ战队虎镇大刻了杨阳战队的风阵 输出格外暴力 凭借着疯狂的面伤 他们将杨阳战队打到了 只剩下女儿村一个单位 杨阳战队的女儿村是场上一宿 果断使用了磁航普渡 复活了自己四位队友 稳住了场上的局势 双方的这一次三宫大战 持续了一小时左右 不断地在攻击和防守之间来往转换 打得非常激烈 让观众们看得直呼过瘾 杨阳战队凭借着那一波磁航 惊险翻盘 最终赢下了这场三宫大战 比赛结束之后 UZ讲述了自己和梦幻之间的缘分 当年因为太忙 没有仔细研究梦幻 现在空前时间多了重新回归 和几位好友一起并肩作战 打PK的感觉非常好 郎阳则分享了自己最近正在体验花果山门派 觉得花果山门派可玩性非常高 接下来可能会尝试下花果山门派在PK中的威力 2.浩文豪取三连胜 比总决赛只差两场胜利 7月30日的全民PK争霸赛当中 全民组的赛区赛一共进行了三轮 浩文将率领勇敢猴猴战队霸气出征 冲刺最后的总决赛 面对一年一次的全民PK赛 浩文这一次再也没有吝啬自己的药品 第一场面对半江与火战队 他几乎吃光了所有药品 第二场面对蛮部讲理战队 浩文一风大翻盘 引来了一众猴粉的精彩欢呼 第三场面对魏燃如风战队 尽管阵法被对手大克 但是浩文打得非常自信 依靠着自己最擅长的宙师 葡陀加神木林阵容成功获胜 晋级了全民组南方赛区的八强 浩文领衔的勇敢猴猴战队 距离全民PK的全国总决赛 还差最后的两场胜利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